好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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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真好詳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鄭兵彥 今天我們就來討論 到底吸煙和標章話的偶像應該支持嗎? 相信大家印象中的四葉草是這樣的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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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快洗腦的曲風 清純可愛的樣子讓他迅速走紅 擁有很多很多的小粉絲 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但日前 四葉草被媒體發現 不只是去夜店 還吸煙 標章話 這件事情被媒體報導後就不得了了 很多的網民開始湧進去他的這個臉書專頁 開始攻擊他 你呀 根本就是假清純的壞女孩 你呀 就是靠色偏吃的壞女人 只有一堆白癡的粉絲才會喜歡你 幻想你 你應該要代言香菸 應該改名叫四葉草 或者是吸煙草 好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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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詳細 還有一些人自稱是粉絲 感到非常失望 那為什麼四葉草 標章話還有吸煙 會引起網民反彈呢? 第一 與粉絲期待不符 從馬來西亞早報到莫名其妙愛上你 四葉草的唱片公司都在為四葉草 打造清純可愛的形象 粉絲心目中的四葉草呢 是一個清純脫俗的聖女天使 他們認為四葉草手上可以拿花草 但不能拿煙草 嘴裡可以說明具精華 但不能問候你老媽 第二 人紅是非多 當然了 四葉草吸煙 會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太紅 如果今天換作是我吸煙 或者是手指割傷 根本就沒有人在乎 越紅的人粉絲越多 影響力就越大 所以呢 任何的一舉一動 都會被放大處理 第三 男女有別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樣 男女永遠不平等 男生去夜店很正常 女生去夜店就會被說很犯賤 男生成員很酷 女生成員想吐 男生不要髒話很帥 女生不要髒話很拽 帥哥裸上身很仰眼 美女裸上身很低俗 四葉草如果是一個男生 估計就不會受到那麼多的攻擊 分析了原因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 吸煙 標髒話還有同性戀 這三個課題 第一 吸煙 吸煙是不健康的 這個是公認的事實 我們不鼓勵吸煙 是因為危害健康 而不是因為它敗壞風氣 吸煙只是一種生活習慣 就好像有一些人 喜歡吃零食 喜歡吃煎炸食品一樣 我們最多說吃多對身體無益 但是呢 跟一個人的人品 絕對沒有任何的關係 第二 標髒話 像一般人 朋友或者是長輩標髒話 確實是不良的示範 但如果是好朋友之間的玩笑 又或者是 為了給欺負你的人一些眼色看 我覺得標髒話 確實是無可厚非 根據四葉草的解釋 當下是因為受到男性的騷擾 所以才用髒話來逼退他們 我不認為這個舉動有多大的問題 出道社會你會發現 愛標髒話的人 比口蜜附近的人好太多了 第三 同性戀 四葉草雖然說自己是同性戀 但我不確定他到底是開玩笑 還是為了保護他同性戀的朋友 我不想要在這個視頻裡面 討論同性戀到底是對還是錯 因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往往會隨著時間的這個推移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 也有所不同 我們往往說一個東西是錯的 往往是因為一個法律說他錯了 宗教說他錯了 或者是老師父母告訴我們 這個事情是錯的 對於素食主義的人來說 吃肉是錯的 那如果一個飯桌上有肉類的話 他們就不會去碰它 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 植物和動物都同樣有生命 浪費食物才是大錯特錯 我們不用太過於糾結 對或者是錯 相反的 我們更應該做到的是 換位思考 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總結而言 大家絕對有權利 可以對四葉草表達失望 勸他戒焉 但是真的沒有必要做人生攻擊 四葉草畢竟不是小孩 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他不吸菸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對他有不切實際的這個要求 還有期待 最後影片還是要呼籲大家 藝人也是人 不是聖人 他們也是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間 也是會有自己的小缺點 與其一直不斷地攻擊四葉草 不如專心聽他的歌吧 或許聽完他的歌過後 會給你一些正能量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就記得幫我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的名字叫 鄭斌彦 記得Subscrib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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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